- 比赫尘! - 比赫尘! - 什么?你还在用纯手动丢球捕捉? - 将玩够怎么追上别人啊? - 现在推荐你使用27KDRA自动捕捉即转不计战 - 而且可以关掉背景,也不会有凡人的震动 - 充满电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使用半个月 - 如果你因双击使用折化,也可以购入247DRAKDRA - 现在点击资讯网址输入丹尼的优惠代码 - 用更优惠的折扣进行购入吧! - 你就能够在大小活动斗把资源浓好浓满哦! - 大家好,我是丹尼! - 今天的主题是多龙巴鲁托! -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! - 豪心在季新世代的登场 - 原本昨天是想要介绍第八代准神多龙巴鲁托 - 不过野外出现的几率真的太低了 - 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捕捉到适合在超杰盟使用的体质 - 算是供低提防高啦,算排名只有大概200多 - 但丹尼认为已经算是可以使用了 - 而且他在这季获得改动之后的惊吓 - 以及出场前被赋予的龙系神技广域破坏 - 所以他目前的大招跟小招组合其实算是蛮万用的 -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到底出征场的状况 - 是否能够在超杰盟大杀四方吧! - 好,今天小账号来测试 - 本来是想要用多龙巴鲁托搭配主账号的齐阿蒂娜 - 但是感觉目前的环境还是蛮多一般系的 - 所以我们先暂缓,选择小账号来实测 - 阵容的话我们选择箭直棉在第一只 - 后面分别有绝地兔以及多龙巴鲁托 -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 - 瞅长的话看到绝对克星盔甲鸟 - 但盔甲鸟并不是带刚毅的 - 是带原本的空气斩 - 那他打了几下之后选择天蠍上来 - 那我们今天绝地兔的配置好比较特别 - 是泥巴射击、魂犬跟破坏光线 - 考量到的是泥巴射击至少能够打钢 - 配合着破坏光线一发暴击 - 有时候能够带一点突袭效果 - 但是如果论基础伤害的话 - 其实电光与伞的攻击一定会比起 - 新版的尼巴射击高尚一点点 - 所以就看玩家怎么搭配 - 那目前的战况的话 - 对手先来一个挖洞出来 - 但是我们刚刚一个破坏光线 - 对手是以防万一线挡招了 - 目前一顿的优势 - 然后目前的翅膀攻击 - 蓄能下秀的情况 - 导致他这边没办法连续挖洞 - 顶多就艳反 - 但艳反伤害量偏低 - 但艳反伤害量偏低 - 但是天蠍坦度也可以啦 - 这边他的想像剩下大概五分之一 - 然后我们选择多龙暴驼上来 - 直接用惊吓把他打掉 - 对手来不及出招 - 这边浓了三个惊吓 - 向上不错 - 再补一下之后能够使用广域破坏 - 而对手选择座位置竟然是大针锋 - 但是大针锋的毒极到我们减伤 - 毕竟幽灵有抗到 - 但他中途换角了 - 想要起脚挡招 - 然后这边我们真诚的直接暗影球出去 - 当然对手开蹲挡招了 - 论伤害量的话 - 其实双方差不多 - 但是我们坦度比较脆一点 - 但至少还是能够补一个暗影球出去 - 对手间的阵容三只角色都打我们的箭子棉 - 算是针对性十足 - 好对手天蠍出招之前 - 再补一个暗影球 - 直接收拾掉你 - 最后再一次看到大针锋 - 但目前血量上压的有点太低了 - 能不能够使用广域破坏呢 - 我们看下去 - 本身幽灵是抗毒啦 - 但很可惜的对手刚好帮我们点下去了 - 然后此时剑子棉上来了 - 剑子棉就算吃到大针锋的毒气招式 - 也不至于下毙命 - 但对手看起来是放弃的 - 选择直冲突然打我们飞行 - 好那燕帆出去 - 能够收拾掉重细的大针锋 - 这场就要获胜 - 所以这场要说MVP的话 - 肯定就是绝地兔了 - 因为他一开始先用一个快光线逼到盾 - 然后把对手的天蠍打惨 - 接下来独猛帆托上来浓到三个景象 - 才能够造成后面直接绝对的压制 - 好就下一场 - 这场看到烈剑逆风开 - 我们补一个妖精之风镜的幻角 - 而对手选择是妙花上来 - 妙花上来的话 - 当然地面系是怕他的草系 - 但是我们本身有带火焰拳 - 所以能够火系招式稍微压制他一下 - 但是一下下去顶多打半血 - 其实三量没有到特别左右 - 结果可以的话 - 我们也是可以挤到破坏光线来出招啦 - 只是想说能不能够先逼到队友开盾 - 但他并没有开 - 反倒他这边选择污泥炸弹出来 - 等于说目前R1的对手还是蛮特别的 - 毕竟妙花的配招 - 污泥炸弹跟疯狂植物是标配的 - 不知道他另外一招配什么 - 除非他另外一招带日光束 - 但感觉是比较难啊 - 好对手再次出招 - 我们开盾档结果又是污泥炸弹 - 我们竟然被污泥炸弹逼了两盾 - 毕竟地面有抗到毒啊 - 有点可惜 - 但没关系 - 我们这边就要稍微的跟你消磨 - 然后此时火焰犬出去 - 收拾掉残血的妙花 - 然后对手目前一盾 - 选择的角色上来是嘎嘎 - 嘎嘎上来的话 - 快速出招肯定是古棒出来 - 古棒的话其实对于嘎嘎来说是没有属修啦 - 虽然在这一季的数据是提升了 - 然后这边雪地图扛住之后 - 急到火焰犬再次出招 - 对手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带地面戏 - 所以开盾挡招了 - 挡完招之后立刻让洞龙巴尔托上来 - 洞龙巴尔托上来的话 - 这边对手防止我们先出招 - 所以换脚了 - 结果是烈剑上来 - 但烈剑上来 - 瞬间我们直接来一个暗影球出去 - 就能够一球收拾掉他 - 最后那一只嘎嘎 - 暗影之谷虽然能够收拾掉我们 - 但是我们箭直面上来也能够拿下 - 目前还剩下半血左右 - 对手的嘎嘎出招 - 嘎嘎的招式还是古棒 - 这边我们就直接把他拍下去好了 - 就收工了 - 结果对手又出招了 - 古棒在这一季的伤害量提升的情况下 - 是比起原来更有杀伤力的 - 但对嘎嘎来说伤害量也算是一般般 - 主要是差在没有鼠袖的关系 - 这一场的话我们在开局看到烈剑的情况下 - 后面遇到的一个奇葩的妙娃花 - 是获胜了 - 好 进入下一场 - 看一下下一场的对手 - 这一场看到九位 - 其实我们今天的阵容有点没把兵器当一回事 - 三只都怕兵 - 尤其是剑子棉被双克 - 但是好显得对手的九位是带着沙娇的 - 所以这边我们有一点机会 - 而我们这边率先的出招 - 选择能量球出去 - 对手此时时没有挡招 - 喷了半血 - 沙娇的话其实在出招上稍微偏慢 - 所以让我们有机可乘 - 让我们理想的话 - 当然是剑子棉直接把他打掉比较好 - 好 这边其实挡住对方一个招式 - 多浓一点气厌反出去 - 厌反下去的话 - 对手肯定会以为我们是能量球能够收拾掉 - 也能够逼到盾 - 逼完盾之后再补一个妖精之风 - 再立刻用一个厌反 - 这样就能够把九位的祥上磨到最底 - 后面的角色上来小招就能够拿掉了 - 结果对手是直接把盾全部开掉了 - 算是不错 - 那我们留一盾给后面的多龙巴武托 - 这样的话有点时间去输出惊吓的伤害 - 不过这边我们先选择绝地兔上来 - 因为毕竟多龙巴武托的龙系是怕他妖精系的杀娇 - 比较麻烦 - 解枝兔上来的话 - 在几乎无损的情况下能够收拾掉九位 - 这样的话虽然我们是一顿的优势 - 但顺位在对手那里 - 耗石对手的第二只角色胖毒毒带着泡沫版本 - 然后对手多打了几个泡沫之后换脚 - 结果是图伊娜上来 - 哇这场非常麻烦 - 多龙巴武托今天并没有带龙尾 - 所以小招打图伊娜没有太多伤害 - 而广一破坏的话打图伊娜 - 看起来血洋伤耗损没有到很多 - 虽然对手攻击是下降的 - 然后比较可惜的是 - 我们假要按到招式的时候 - 对手就会多放一个大声咆哮 - 导致这边出招很快 - 但是也是蛮大的破绽 - 而对手挤到两发招式 - 一发二逼破我们开盾 - 另外一发直接打到 - 最后绝地突咬一打二 -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- 这一场的话比较遗憾啦 - 好那对手的图伊娜出招 - 多龙八武托下场 - 所以说多龙八武托要靠着龙系招式 - 只靠广运破坏要拿下图伊娜 - 这边是不太可能的 - 除非我们这边有两盾才有办法 - 好 最后绝地突上来了 - 绝地突这边两手一摊啦 - 没办法 - 破坏光线当然能够收掉啦 - 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招 - 魂拳跟破坏光线 - 再打等一下看到的胖嘟嘟 - 其实都是减伤啦 - 所以这边是完全拿没者 - 除非我们今天带剑光线 - 用剑光线的小招伤害量打 - 叫图伊娜 - 再靠着热煞大帝 - 连续的出招 - 去撼动一下后面那一只胖嘟嘟才有机会 - 所以说今天配招上还是有一些 - 对手是绝地突没办法打 - 这一场的话就有点遗憾啦 - 所以我们开局是想办法解决掉那一只阿罗阿九尾 - 让后面的角色可以避开 - 但是因为对手的后顺的角色 - 一只打一只 - 要扭转真的是蛮难 - 好 进入下一场 - 来看一下下一场的对手 - 好那这一场的对手 - 剑指缅遇到的是 - 重电宝 - 重电宝的话其实剑指缅打他算是平平的 - 不过后面两只有压制到他 - 所以我们踩ABB的策略先让绝地突上来 - 此时对手并没有选择换角 - 反而让我们先捕雷火焰拳 - 没想到赚了 - 来一下火焰拳出去 - 能供火器打他的丑 - 重电宝喷了半血之后 - 选择招式出来 - 电锡来打地面被双抗 - 但是他还有十字剑 - 但十字剑打绝地突伤害量算是比较痒 - 而他中途选择气首上来了 - 气首在这一季双倍奉还的 - 蓄能是下修了一点 - 导致他出招速度没办法捂下一集 - 算是蛮伤的 - 但是他看到我们绝地突上来瞬间 - 应该还是要切气首会比较好 - 毕竟气首他有双倍奉还能够把我们咒死 - 反而到这边我们磨了一下重电宝的血量 - 对手是挡招了 - 而且绝地突竟然还逼到了一顿 - 这场绝地突也发挥得非常好 - 这边的话其实上谁都可以 - 但是我们担心他带有冰冻拳 - 再打多么暴脱会比较上一点 - 反而到这边选择箭子棉上来 - 肉体能够扛他的招式 - 好 此时 - 气首出招 - 选择是暗影球 - 暗影球杀量也蛮足的 - 打了一块一半 - 然后中途对手是换角了 - 选择土王上来 - 代表他的阵容非常明显啦 - 重电宝、气首和土王 - 而土王的小招独针在打幽灵箭上 - 所以这边立刻让多么暴脱上来解决他 - 那目前的战况是重电宝没气 - 在气首本身暗影球的气量看起来还不足 - 加上他刚刚并没有选择冰冻拳去打箭子棉 - 所以他的配招应该是按小害为主 -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 - 农好农满的情况 - 就能够直接连续的出招 - 杀掉后面的角色 - 多么暴脱是有机会一一打三的 - 好 一个广运破坏出去之后 - 对手挡招 - 那此时的话 - 对手出招 - 那这边的话还是得打 - 毕竟地震震道的话 - 会打七十几% - 多么暴脱算是会重伤 - 在超结盟 - 多么暴脱的坦度不是特别 - 此时我们尽量浓好浓满的时候 - 对手是换角了 - 从电宝上 - 此时的话当然的 - 他再放一个伏特替换就能够出招 - 照属性上 - 让我们是能够扛的没有问题 - 只是我们想说 - 稍微的七条挡招好了 - 让多么暴脱在后面更好发挥 - 而这边他选择招式十减出来 - 平常打击剑指名 - 而且向我们农两个妖精之锋 - 收拾掉重剑宝 - 然后再次看到土王 - 直接补一个厌反出去 - 那等一下的话气势虎 - 虽然想上不错 - 但是他的小招双倍奉还 - 打不死我们那么惨的剑指名 - 最终他如果不出招 - 我们的厌反出去也能够收掉 - 或者他收掉我们 - 我们多么暴脱上来 - 立刻不招 - 也能够拿下这一场 - 所以这场开局 - 看到重天宝平局的情况 - 我们让绝地兔上来 - 不知道为什么逼到了 - 气手开了一顿 - 最后多么暴脱直接碾过了 - 好就下一场 - 这场的对手是漂泊泡泡 - 火系的 - 所以能够火系打我们草系 - 立刻挽角绝地兔上来 - 绝地兔上来 - 瞬间他并没有选择换角 - 反正是多打了几下 - 而选择的角色是水系 - 能够压制我们地面系的链鱼网 - 链鱼网的话 - 这一季也是泥巴射击 - 被下修的一个受害者 - 但他并没有选择热水出来 - 选择泥巴炸弹 - 杀量瀑瀑 - 然后我们多打了几下之后 - 破坏光线直接出去 - 看一下对手是否挡招 - 好那一下下去 - 对手并没有挡招 - 所以这边是能够开盾强取 - 然后比较可惜的是 - 双方切齐 - 绝地兔的坦度比较好 - 对手是先出招压CMP获胜 - 不过对手这边还是没有使用热水 - 难道又配暴风雪的吗 - 那他这样的操作情况下 - 我们至少又补了一个火焰犬 - 对手此时还是没有挡招 - 直接把女王放掉 - 他选择作为一只角色 - 结果七七鸟 - 比较麻烦 - 这一场的话其实对手 - 只要在这边拿掉我们绝地兔之后 - 后面就是一只打一只 - 毕竟我们的多龙暴脱今天没有带龙尾 - 加上坦度比较脆 - 没办法遇到七七鸟 - 如果靠着绝地兔稍微的扭转一下战局之后 - 至少剑子免能够打七七鸟 - 本身小刀妖精之风大龙 - 再来的话七七鸟的出招数变慢 - 所以只要不要被他的飞行器招式K到 - 剑子免终究能够用厌反慢慢骚扰他 - 多龙暴脱去打一开始的漂浦泡泡 - 这一场就要获胜了 - 好,那我们厌反出去 - 厌反的话,这边对手此时挡招了 - 剑子免他也是有妖精系的大招魔法闪耀 - 加上他原本的杂技伤害量会比起厌反来得阻 - 对手挡招算是合情合理 - 但是第二下下去对手没挡了 - 那我们纯少跟他消磨而已 - 然后这边对手再次出招 - 此时的话我们就吃一下看看好了 - 留一顿给多龙暴脱使用 - 哦,这边对手是龙之波动耶 - 他只是想说我们会中途换脚然后不挡招之类的 - 但是好险的 - 我们是完全没有想要理你 - 反倒你这一下没有拍掉我们 - 让他的七七鸟开了一个盾 - 最后双方一起切脚 - 让多龙暴脱遇到了漂浮泡泡 - 然后泡泡立刻上来的时候 - 我们选择一个广一破坏出去 - 看一下能不能够先降到攻击力 - 火系的漂浮泡的大招是草系跟火系为主 - 两招再打我们都会减伤 - 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开盾 - 挡住他的招式惊吓烧死掉 - 最后广一破坏去打那一只七七鸟 - 这一场终究能够获胜 - 其实刚刚那边七七七鸟就算用神妖猛击打掉了箭直免好了 - 他的血量我们多龙暴脱上来 - 惊吓也是能够瘦掉 - 虽然会被他的龙袭点到稍微头破血流 - 但至少广一破坏也能够烧倒后面的漂浮泡泡 - 这一场八九不离死还是能够获胜 - 关键还是在于绝地兔在遇到碾鱼王那边是有把战局拉回来的 - 好就下一场 - 这一场的话看到土王 - 土王的话本身的毒气招式加上剑影攻击 - 我们的剑子免打他比较辛苦 - 所以我们立刻换脚绝地兔上来 - 绝地兔的话泥巴射击的伤害量会比起你带电光一闪稍微高一点点 - 好对手是地震出来 - 平常打击打半血之后 - 选择我们昨天介绍的巫贼王啊 - 那我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 - 巫贼王昨天没有看到一个画面 - 就是打玛丽的状况 - 其实玩家如果跑过魔力 - 巫贼王开两盾是能够抢取掉玛丽的 - 这边稍微补充给大家的资讯 - 所以其实巫贼王在这一季非常强啊 - 已经本身的欺诈跟玛丽这两招在打妖精都减上 - 但他却也能够打赢这个玛丽鲁兰 - 是不容易的 - 好,那巫贼王再次出招 - 这边绝地兔就放掉了吧 - 那绝地兔下场之后 - 我们可以选择箭子棉上来 - 让他稍微的消磨 - 然后等下多弄一点气之后 - 还是能够用招式去骚扰一下一开始的土王 - 至少能够用招式耗一点血 - 多弄暴脱上来 - 会比较好打一点 - 那我们厌烦出去之后 - 对手开盾挡招了 - 结果土王再次上来 - 土王上来的话 - 能量球先出去 - 剑子棉的优点就在于 - 他本身就算吃到被压制的招式 - 他也是能够扛住的 - 形象上的坦度是蛮好的 - 好,那对手土王出招 - 来看一下 - 坚持攻击的伤害量 - 大概打不到一半 - 土王的攻击也不算特别好 - 然后目前多弄暴脱有两盾 - 除非他这时候上二系 - 或者是一般的 - 他才有机会 - 但如果不是这两只 - 这场绝对是碾过没有问题 - 好,土王出招 - 坚持攻击出来 - 挡完招之后 - 很可惜的 - 惊吓没有办法刚好受掉 - 对手的坦度还是非常优秀 - 但是一个广域破坏出去也可以 - 目前线上也非常的好 - 然后对手的叠之角色 - 再一次是乌贼王上来了 - 乌贼王上来瞬间 - 我们用一个广域破坏 - 看能不能收拾掉他 - 然后这一下下去 - 结果对手是扛住了 - 乌贼王的坦度其实没有到很好 - 但是多弄暴脱的攻击力不错 - 广域破坏出去竟然没有收拾掉 - 代表这伤害量在超结盟的队位 - 其实并没有套特别吃香 - 而结果对手的这一角色竟然是重电宝 - 这一场要结束了 - 重电宝上来瞬间我们跟他切齐 - 然后暗影球直接出拳 - 虽然在鼠型上没有压制 - 但一下下去也是能够重伤对手 - 重电宝直接残血 - 然而他的招式放电跟时捡 - 当我们都减账 - 所以这一场的话已经获胜了 - 虽然对手在第一只跟第二只角色占优势 - 但很可惜了 - 重电宝再遇到龙系比较辛苦 - 加上我们优里是有抗到他的重系 - 所以导致对方没有办法还手 - 我们是获胜了 - 好进入下一场 - 这样看到土王再次看到 - 目前土王在第一名 - 很常出现是正常 - 然后这边我们再一场绝地兔上来 - 刚那一场对手是来一个地震出来之后 - 耗血立刻换脚 - 看一下这一场会有不一样的打法 - 结果这一场是尖石攻击 - 尖石攻击出来之后 - 哦对手怎么会切土龙地敌啊 - 好特别啊 - 土龙地敌的滚动确实伤害量可以提升 - 但是他打地面也是减伤 - 但他这样切脚的话代表我们能够抢取孙威回来 - 不知道对手会卖什么关子 - 难道他三只角色都是怕绝地兔的 - 可能在阵容上来说还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- 如果我们打到最后来看一下他这一场到底会怎样打 - 好那火焰泉出去稍微耗血 - 对方应该不想要让孙威 - 毕竟土龙在打箭子免还是比较有优势一点 - 不过他把祥阳上号那么低之后 - 我们就可以使用泥巴射器直接把他点掉 - 但是土龙地敌的坦度还算是优异啊 - 不过我们刚刚好把他收掉了 - 不幸中的大兴还提到非常多的气量 - 此时对手上来我们可以破坏光线出去 - 造成非常高的祥阳上号损 - 好对手再次让土龙上来了 - 直接破坏光线出去 - 然后等一下多龙巴尔托要再次看到土王 - 多龙巴尔托打土王还算是不错了 - 但是因为坚持攻击跟地震 - 是没有抗到的 - 所以他出招的时候你还是得开盾 - 而我们今天的策略多数都要留一盾给多龙巴尔托 - 理想是两盾会更好 - 对手坚持攻击出来我们这边是开盾挡招 - 接下来的话对手此时来不及出招 - 刚好惊吓收掉 - 目前向上非常的好 - 算一盾的劣势 - 而对手最后的角色竟然是勾魂眼上来了 - 勾魂眼带着暗影爪能够打我们幽灵 - 但是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气 - 先来一个广一破坏出去 - 对手挡招之后 - 目前他攻击下降 - 所以再补你一把 - 然而惊吓的幽灵系招式来打勾魂眼算是平伤的 - 所以对方在小招上还是比较占有 - 而跌下下去对手并没有挡招了 - 只是能够发现一件事情 - 攻击下降一阶的勾魂眼的暗影爪 - 其实没有比我们多伍伍托的惊吓伤害量来的高 - 所以这边只要惊吓的连发 - 就能够收拾掉勾魂眼了 - 所以这一场的话 - 其实对手在配阵上 - 确实最后一只也没办法打绝地兔 - 所以当绝地兔切上来的瞬间 - 基本上他投降的成分还是比较重 - 我们是获胜 - 好 进入进了座位场 - 座位场看到的是电子柱 - 我们选择换脚 - 比几淘一猛普将攻击有点反 - 选择绝地兔上来 - 而此时对手并没有快速换脚 - 反正我们火焰犬就补出去了 - 跟刚刚那一场看到重电宝一定很相似 -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 - 对方是挡招 - 加上他这边选择招式出来 - 蒙扑先降我们攻击力 - 这边看起来要准备进行换脚啰 - 好 攻击下降一阶的绝地兔 - 然后此时火焰犬出去的话 - 跟对方是切齐的 - 所以我们不想要切 - 结果对手选择换脚 - 换上来的是烈剑影 - 烈剑影 - 那此时的话绝地兔这一下 - 列剑影是挡招了 - 直接绝地兔又比到两盾 - 等一下又可以两盾给多龙暴脱去处理 - 非常的好 - 然后这边对手用一个招式收掉残血的绝地兔 - 还不错 - 但目前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- 电蜘蛛他是有 - 至少能够使用猛扑的气量 - 当然的 - 重新来打幽灵简上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 - 不过多龙暴脱的坦度还好 - 所以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- 动武暴脱在扛招式的部分 - 然后这边烈剑影持续跟我们抹起来 - 但是我们可以浓好浓满也算是不错啦 - 不知道他要干嘛 - 当然他可以帮我们枪杀上打到剩一半左右 - 立刻让电蜘蛛上来 - 补了一个猛扑 - 我们大概就准备往生了 - 好那对手准备要出招 - 所以我们快速的再一个广一破坏出去 - 收拾掉残血的烈剑影 - 有点可惜啊 - 好对手这边 - 哦结果是麒麟奇上来了 - 金奇上来立刻补一个念力啊 - 动武暴脱并没有抗到充力气招式 - 导致被打了一下直接喷五分之一啊 - 非常痛啊 - 但是我们广一破坏出去之后 - 让对手的攻击一下降 - 这边的话立刻让箭子面上来 - 琴琪目前的标配招式一定会在精神之下 - 而他第二招的话有酸伏特跟奇场 - 但是他没办法直接重伤我们 - 所以这边可以再稍微浓一点气 - 然后选择焰反出去 - 收拾掉比较脆的麒麟奇 - 最后的话就是开局的角色再次对位了 - 然后他电蜘蛛带着猛扑 - 并没有把招式放出来 - 反而我们这边的厌反再次出招 - 剑子面是比较难打钢 - 其余都还算是还可以打 - 面对到草系所怕的虫系 - 本身飞行系有平掉 - 那电系能够打飞行这一点 - 草系也能够平掉 - 好 中土我们换脚 - 动武暴脱上来是扛了一个伏特地板之后 - 立刻补一个广域破坏 - 随从残鞋出大招的情况下我们是惊险获胜了这一场 -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- 我们今天尝试第八代准神 - 多龙巴鲁托在超级萌对战之后 - 可以发现到他的惊吓的伤害量确实是不错 - 配合着广域破坏 - 其实出招速度也算是蛮快的 - 可本身体质上比较脆的关系 - 所以今天我们的策略也都基本上 - 让他有一顿或者两顿的情况下再出场 - 整体上来说是走一个非常安稳的路线 - 让多龙巴鲁托直接收割啦 - 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打法 - 所以玩家如果来这次活动 - 有抓到一只不错的多龙梅西亚 - 不妨可以把它进化起来 - 在我们的目前超结盟尝试看看 -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给玩家们 - 当作参考咯 - 我们下部影片见 - 见